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碑是外观长得真好看 但是空间太小 配置并不是那么的实用 同时形式层面来说的话 因为是无矿玻璃 所以风噪的意志比较差 比较吵 外加上悬架比当时的麦腾又硬 导致着地面的震动跟胎噪过多的传递到了车内 所以这是老CC的口碑 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图有外表 但是实用性并不高的车 换到了这一代的CC 我们在静态片已经总结了 它的空间大了太多了 同时配置也高了很多 实用性等于是一下拔到了一个完全可用的家用车的状态 那其实就是纠结它的行驶层面是否能符合一个日常家用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这辆车一下价值就高了很多 好 那我们回到行驶层面来说的话 一般我们先看动力 动力2.0T 高功率220马力 350牛米扭矩 配一个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相对于我之前开的老CC 这套动力总成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老CC是一个7秒左右能力的车 这个车比老CC更大 但是马力数涨了一点 所以这个车理论来说还是个7秒左右的这么一个能力的车 外加上大众的动力总成 我相信很多的用户多少都开过 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 动力能力是OK D挡跟S挡有一些区别 那S模式卡一下动力还是还好 所以不用担心动力 这一趴就过了 那其实就剩下了之前老CC做的最不好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噪音 同时一个是底盘的舒适性 这两个地方能不能弥补上了 那我现在负责地告诉你 这两点在全新的CC上进化得非常好 因为新的MQB的平台让整体的车辆的轨音降噪及舒适性有了一个本质的变化 虽然现在还是无矿的玻璃 但是噪音已经不像老CC那么的长了 同时底盘层面 现在这个底盘比老CC要软了很多 但是肯定不如现款麦腾那么的软 但是也可以理解 因为外观毕竟是一个运动风格的车型 如果调的跟麦腾那么的软 也不太符合定位 同时这个车还有自试用的底盘系统 我可以单独的设置底盘的软硬 设置转向的速度那都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车就从之前只有外观好看 其他都不太行 变成了外观挺好看 空间挺实用 同时配置也挺高 外加上现在行驶起来也没有太多的短板 尤其舒适性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家用可用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新CC这一代产品变化跟提升真的是挺大了 已经把短板都弥补了 我刚才已经把试驾的结论都已经录完了 但是现在这个车还没有上市 所以最终的价格我还没法给大家讲 请你观众我们老司机真实成交价系统 这个车上市之后立刻就会有成交价 我们的系统里就会有反馈 到时候你就知道它的真实成交价是多少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老司机试车 我是寒露 同时别走开 那些没看过CC静态体验部分的网友 你接着往下看 我们把之前的静态部分贴到了后面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这辆车应该是属于不严谨的第三代CC 第一代就是我曾经也买过 外观长得非常好看的那一代CC 这个没有任何争议 第二代变成了麦腾的脸 很多人说那个其实属于1.5代 是一个改款 但是我更乐意把它视为第二代 因为它的整个风格 因为麦腾的脸 导致的本来是一个挺好看的风格车型 变成一个路人的车了 变化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那应该属于是第二代 如今今天我们聊的是第三代的CC 这辆车在海外的原型车叫Arton 进到国内之后几乎没有太多的改变 只是没有了四驱 同时国内的发售版本为两个动力 一个是2.0T的高功220马力 一个是2.0T的低功186马力 这是它的基本情况 好 那我们回归到车 首先是从它最美的外观开始讲起 外观里的前脸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前脸没像之前的麦腾款的CC 变成了一个家族的前脸 现在这个前脸还是很有自己特点的 这个是要赞的 但是这个前脸在我的视觉里面 政策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协调 是它的上唇边有点太靠下了 导致这个车的政策视角 有点鼻子太往下尖了 这个跟一般车的视角跟比例稍显不同 但是看多了之后也就习惯了 这个前脸 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最关键是没走家族风格 简直是太脏 这面成麦腾就不好看了 就没有艺术家的感觉了 这是前脸的部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侧面 这个车采用了新的MQB平台 所以整车的尺寸 比之前的麦腾大了很多 看这个外观就知道 内部空间应该比以前大 同时这种车型 设计靠线条风格的车型 越大越好设计 线条越舒展 现在这个线条就是很流畅的 正侧的视觉 我们再看一下侧面的一些细节 第一个就是轮子 这个轮子现在的尺寸是245 40 19 很明显是顶配的尺寸 轮圈的样式不难看 并且还是枪灰的配色 这个已经是很时髦很不错了 但是在海外的Arten身上 是有一个比它更好看的轮圈 初代CC也有 就是那种旋风服条的轮圈 真的是非常好看 我现在不知道 一气大众会不会在新的CC顶配上配 或者是可以选装 旋风服条的轮子 不知道 如果可以选装 你一定要配 如果不能选装的话 我建议你去海外淘一个旋风服条轮圈 比这个气质跟好看度 还有30%的提升 这是轮子的事 当然了中低配会变成18寸的轮子 那就更得换了 侧面特点第二就是银耳朵 跟之前奥迪S8 5.2 V10那款是一样的 非常有质感 这个很棒 但是很喜欢 第三点就是继承了CC无矿车门的这一点 这个是很质感的 很不错 巴一拉开没有矿 高级感就出来了 第四点是后面变成了一个溜背的造型 当然了你说CC都是溜背 但是这个溜背不一样 这个溜背后背箱是直接玻璃箱开的 是彻底变成了溜背的一个造型 好 这就是侧面的四个特点 实现到了尾部 纯尾部的正后视觉 我觉得还是有点路人 没像侧面跟车头那么惊艳 那么艺术感 对吧 这清风有些路人 一些尾部的细节 溜背还是很好看 很性感的 同时呢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上翘的小压翼 小扰流板 这个也是很性感的 当然了 老CC也有 保留下来了 这都是元素 底下呢 是两个排气 这两个排气都是真的里面有管的 哪边是真的出气 还是两边都出气 这个是不知道的 OK 那基本上后面的视觉就是这样 我再补充一个前面蜡蜡的细节 就是它的漆面 这个白色的不难看 但是我觉得它这次主推的那个金黄色的 还是挺好看的 并且那个显得质感跟立体感比白色的要强一些 所以如果要有机会买的话 买那个 我们来打开后备箱看一眼 电动的尾门 这辆是顶配 我觉得是应该有的态度 打开之后呢 整个玻璃都跟着掀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苦背的车型 是很好的 所有的苦背车型的后备箱开口呢 都是无限大 对吧 你直接往里扔就OK了 这不用任何的质疑 但是呢 中间这层隔板你是不能去掉的 因为大玻璃直接看见这个后备箱全冒了 里面搁点什么东西你贴再深的膜 人家拿这个强光手电在拨量一照也能看见里面 还是不安全的 还是得有这层隔板 但是有这层隔板呢 容量就要稍微小一点点 反正就是有利有弊 好 那么接着看后备箱的空间 近身很大 宽度也很大 高度其实也说得过去也是不错的 一些扩展性能呢 两边有挂钩 挺实用 右侧呢 有一个可以拿起来的盖板 这个盖板可以把一些东西 分割在右边的耳朵储物空间里头 这样的话 让它可以立起来 放一些东西 底下是一个小备胎 但是呢 小备胎周围有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几乎可以当一个地板下储物盒了 这就是后备箱的情况 因为开口很大 容量很大 所以这个后备箱可以得一个很高的 八九十分的分数 好 我们现在坐进车内 聊一下车内的部分 首先呢 就是这个设计风格 设计风格呢 这个就相对来说 就大家很熟悉了 对吧 我就不太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大众系的设计风格 相对来说这个内饰的风格 并没有外观那么的激进 并没有外观那么的另类 对吧 还是延续了很多东西 但是呢 这个贯穿的空调出风口 还是相对来说挺时髦的 设计风格就过了 这就不多说了 大家都心里有数 紧接着就是配置 现在这辆呢 很明显是顶配 超顶配 不知道这些配置 未来在量产版的顶配 会不会都保留下来 我给大家讲一下 看到的配置 真的是很高 首先中央液晶仪表 上面还有HUD的平式显示 这边有自动的泊车 同时还有360的环式 中间的液晶大屏 底下呢 带有双区空调 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但是这个座椅通风跟加热 共用一个按钮 按完之后 还得在屏幕上 进行一个切换 稍显着复杂一点 但是功能是有的 带有空气净化器的功能 再往后看 方向盘加热 简直是神气太赞了 特别舒服 冬天方向盘加热 然后自动启停 同时后面呢 还有电子手刹 及自动注册的功能 一堆功能了 还没完呢 继续 这边自动大灯 自动雨霜 就不用说了 自胜巡航 那家伙 顶配呢 是单拿的音响 这都不新鲜 最好呢是座椅的功能 这个座椅呢 带有通风跟加热 前面已经说了 同时还带有按摩 再同时还带有 座椅机翼两组 这应该算是 二三十万车里面 性能很强大的 座椅的功能了 所以这眼睛一看 它的这个配置 整体来说 非常非常的强悍 希望最终的顶配车 都能保留下来 很不错 第三大项呢 就是手边的 易用性 及储物的能力 烟灰杆 背件 这都没什么特别意外的 这有一个12伏的垫 同时这还有放钢笨 或者是钥匙的一个小空间 后面有一个不大的储盒 里面是有USB 及AUX的接口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 在这个位置的储空间 我觉得一般 并没有什么太惊讶的地方 前排最后一项 就是座椅的性能 这条座椅让我真的是非常满意 刚才已经说了功能了 就是加热 通风 按摩 记忆 对吧 这是功能 同时我得增加一个 头枕的近身可调 并且近身可调的范围很大 这个功能真的是 专制我半螺锅 虽然这功能 一共有五个大功能 这已经是几乎你能用到的 座椅性能最强的功能了 然后再说 座椅的体验性能 很明显 这个皮质就挺高端的 这个摸的触感 就不是像皮优那样的材质 应该是真皮的材质 手感很好 并且这个椅垫的长度很长 直接能衬托我大腿的腿窝的位置 很多车都到不了这 皮质很软 皮质很软 填充物也很软 坐着也很舒服 并且它CC 一个特点就是带有侧向的包裹 它的这个护翼 夹得不松不紧的这么一个状态 非常舒服 外加上配合制罗锅的近身头枕 所以这个座椅坐着 真的是非常舒服 屁股底下又能通风 又能加热的 很赞 所以这个座椅我很满意 好 我们现在坐进后排感受一下 第一点就是气氛 这个车的配色就是白灰 还有碳纤维的配色 脑袋顶上虽然不是全景天窗 但是整体气氛还是挺明快的 并不压抑 这个天窗虽然不是全景 但是尺寸是比较大的 同时相对于初代的CC来说的话 它现在变成可以开启的了 这个是要赞一点的 所以气氛没问题 第二就是空间 腿部空间接近于三拳 头部空间也有三指 我1米75做的比较直 所以这个空间就已经变成可用了 并且是挺大的腿部空间 相对于我初代的CC那个空间 哎呀那是局促的一塌糊涂 就没法用 但是这个空间也有一个小问题 就中间这个大骨包 真的很大 这比一个手掌都高了 基本上坐人也得披着腿 不太舒服 所以这个车主要后排还是坐两个人 应急坐三个人 凑合一下 第三就是座椅的舒适性 首先后排座椅的皮质 跟前面一样的显得很高级 并且也很软 坐着是挺舒服的 这个椅垫的填充物及皮质的感觉 做工也很细 你看这些的装饰 这些的纹理很棒 显得挺舒服的 腿部撑托的长度也很长 头枕的位置也挺合适的 所以后排的椅垫可以给个很高的分数 很软和很舒服 这是椅垫 最后一点就是后排的配置 现在眼睛能看到的 后排的独立出风口 及后排有单独的两个座椅的加热 很赞 媳妇们很喜欢 同时还有两个USB的充电 非常赞 寒露很喜欢 然后再往这边看 这边有隐私玻璃 很赞 寒露很喜欢 同时后排座椅还可以进行四六放倒 放倒之后会跟后背墙地板形成一定夹角的 这么一个接近于平面的空间 这个夹角我觉得可以理解可以认可 因为毕竟不是纯干实用的大空间的车 所以后排综合这四个指标来看的话 得分可以非常高 已经很实用了这个后排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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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interacted